好 講完了龐雜的高中國文 你們是不是現在在螢幕前有點卻步 好啦 不要緊張啦 其實老師為什麼要跟你們講那麼多 今天為什麼要花一堂課的時間 跟你囉嗦了老半天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訴你 國中國文其實是高中國文的再延伸 那你說老師我現在這個暑假 考完會考了我已經不知道我的人生在幹嘛了 我現在就像是在躺在沙發上一塊會呼吸的肉 各位不要緊張 真的不要緊張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這個倫與選 好 好不好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在高中國文你會發現 也有倫與選 國中其實也有 可是我跟你講國中很麻煩 我把三家出版社的東西都調出來給大家看 漢林 康軒跟男一 我們統一其實都會學到比如說 你看沒有統一的 漢林版本就學到了自由問校 譬如微商 跟無日三行無聲 康軒就學到了學二實習之 三人行跟異者三友 然後男一就會學到了 這個譬如微商 學二實習之 跟三人行 這麼多這麼龐雜 那你說老師我該怎麼辦 對 所以這個暑假是你的黃金暑假 考完會考只是人生超為中繼的休息站而已 你之後還有高中三年要做的事還蠻多的 那你今天有這個運氣 我們在這個雲端相見 其實老師也是要告訴各位同學 國中國文現在會考考完了 不管你考的怎麼樣 有一些暑假我們可以再拿出來做準備的 可以再稍作練習 所以這個時期呢 各位同學 老師這一個part呢 主要是要講一些跟高中國文有相關的國中文選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還有哪裡不會的話 可以去趕快購買參考書 然後呢 增加自己呢 在升上高中之前的奠基的能 可以奠基的能力 OK 那不約而同呢 三個版本都有學到下頁 所以確實在這個時期我們學到了星師 那學到星師之後呢 到了高中會學到各種師的派別 藍星師社現代師派 國中時你可能沒有辦法有這個機會接觸 但是如果你對星師的這個風格 還有他的這個要不要押韻啊 要不要轉運啊 可以幹嘛的 還不是很清楚 那麼你就要繼續的怎麼樣 好 再趕快去複習 那到了國中階段的話 看靈百有可能學到雅量 那吃兵的滋味則是康軒跟男一 這些都是比較偏向散文類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到各位同學 我們會學到非常多跟散文散息的這個課文 在我們的國中生涯 那到了第二個單元 下高一應該說國一的下學期 我們就會學到了像是絕具選 對不對 可是每一個學校所學的版本 又都不大相同 有一些學校呢可能不選 有一些學校可能選 甚至還選的比較不一樣的 像據老師所知以漢林來講好了 他就有收入了這個初遇歸家 就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甚至有些學校還有選早發白地成 反正大家都知道 考絕具選的時候就是什麼詩都可以考 所以你詩還比較不會的同學 你去書店找一些參考書的話 也可以特別從這個地方下手 那先情預言你知道嗎 在漢林的時候其實是有學到的 可是在其他版本完全沒有 所以漢林的同學可能會先學到像是御棒相真 了解到一些戰國策的預言 然後還有濫於充術 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文 應該說比較多特別的預言的故事 漢林的同學就有機會呢 在國中現有這個基礎 那麼呢康生跟男一的同學 可能就比較沒有這個機會 那你就可以去參考書店 找一些跟預言有相關的東西 來做練習 那再來呢 生之歌選 這個是我們姓林子 那其實在國中階段呢 比較會像是 希望可以讓你有一些更多的 作者可以參考或者是認識 所以閒下了這一刻 也會發現比較勵志的故事啦 告訴各位同學 人生其實就像是一顆珍珠一樣 我們也都曾經是一顆棒殼 也都跑進去一粒沙 但是這一個沙 最後其實有機會變成珍珠的 所以遇到錯折呢 也就不要害怕 好 那標點符號的運用啊 說實在小學三年級就在學了 國中也有學 所以到了高中老師不會特別教 但高中老師看到你用不對 就會很生氣 就會覺得告訴你那麼多年 怎麼還寫錯 所以 各位同學 自己要小心啦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一個 這邊呢 比較多一些經典的文體 像是朱自清的背影 嗯 我們一定會學到經典課文 你爸也學過 真的 好 那還有呢 這個兒時寄去我們也一定會學到 雖然南一版是方愛自學 但是呢 很多老師呢 都還是會拿出來考 那像是母親的教會 我們會認識這個 這個胡適 那差不多先生呢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文體 他比較代表的是民國初年 剛開始呢 在嘗試那個白話文時的一些作品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 國中的國文你常會覺得這顆很廢欸 這個很爛欸 其實沒有 這些東西都是幫你再鋪陳未來的道路 好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會看到自學 自學的話呢 其實三家出版社呢 都有教各位同學怎麼樣去使用這個工智書 還有檢索 那其實這個單元我個人覺得 因應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 還有AI新起的這個世紀呢 我覺得各位同學我們應該更熟 我怎麼樣用電腦去找到一個keywords 找到你想要的資料 不僅僅是從書本了 更多的時候是怎麼樣在網路的搜尋引擎找到 所以其實各位同學在今年的暑假 欸不妨也可以去玩一玩啊 像最流情的chatGBT 都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好 那再來呢 單元三呢 就是我們來到了第一側的七到十克的地方 各位同學我們大家一目了然齁 你看你看 是不是 好 每個人學到的文體都真的非常的深思 但是這個地方還好 頂多像康川版的同學有學到下語天真好 他們會在國中階段先認識齊君 因為高中的時候呢 齊君也有一課叫做記 也是呢很蠻經典的白話文都會遇到 那剩下的文體呢 就有一點像是給各位同學增廣見聞的 所以其實這還好 那麼再來 嗯不約兒童 漢林康川跟男一都會學到小詩選 所以新詩的比較也會再拿來考一次 然後再來進題詩選你看 好像是呢 欸這個康川跟男一的部分 也會學到的詩跟漢林的也會有所不同 所以有可能都沒有學到可能是學其他首 這邊是類比啦 不代表漢林沒有進題詩選 漢林也有 好這邊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呢 則是這個地方 像是漢林就有學到定博賣鬼 可是這一課呢 居然在康川跟男一的時候沒有 所以很多同學可能會到了高中的時候 才接觸到這一課 甚至是才了解呢 這個志怪小說的一些風格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可以去補牆的 好其他的地方都還好 基本上語文常識大家都學的是差不多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像是這個地方呢 你看你看 漢林就是學到初遇歸家對不對 而且各位同學 老師這裡是幫各位同學列出了 第幾側的幾到幾課 所以換言之 你的第一次段考是別人的第三次 他的第二次是你的第一次 所以這也是國中國文會遇到的問題 高中國文也還是一樣會遇到 所以只能告訴自己 有機會多學的時候就多學 因為下一次學可能真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好 那麼再來呢 像是這幾年的這個自學篇當中 也會放一些更多新穎的文章 然後讓同學去了解到一些環境保育的問題 甚至是一些永續發展 好這些等等的 比較偏向是新興的這種資訊的問題 甚至是怎麼樣面對假新聞 我們在國中跟高中都有看見 好 那到了第二册的時候呢 你看新典課文 五六先生傳跟謝天都會遇到 五六先生傳就會幫助我們了解陶淵明 進而去影響到我們學到這個高中的桃花園記 而這個謝天呢 其實會讓我們知道理工直男也是可以寫出一些散文 然後講述一些人生大道理 那這也是我們在欣賞散文的時候的這個態度 也可以拿到在高中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邊自學篇呢 大家都是每一個人都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都還好 這個都還好 就是看 因為有些學校甚至不會教自學 但我還蠻介意 各位同學你的課本先不要丟 自學的東西還是可以拿回來再複習 好 那麼接下來 那接下來像是古詩選有沒有看到 桃條千流星 此物業題跟庭中有其數 到了高中也一樣會遇到 而且甚至啊 如果你是選 你看大家選的不太一樣 有一些甚至呢 生年不滿百也會放進來 有一些甚至到了高中還在學條條千流星 因為有些就是因為版本的差異 好 那這邊呢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還有這個試說新語 必考到了高中也一樣如此 那大概在第三冊的時候 我們會學到像是愛蓮說 還有梁石秋的鳥 認識一下梁石秋這個現代作家 那到了高中我們也會看到呢 他到底是屬於哪一個派別的 就會更進一步的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會學到 張式之指法 這個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學到史記的時候 沒錯 可是到了高中有超級多篇都跟史記有關 所以先給你一個小小的基礎 那這邊是屬於自學 每一個人呢選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男一甚至還教你怎麼做簡報 好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就草草的帶過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是第四冊 第四冊我們會學到呢 這個劉雨席戰神劉雨席 這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嘴的劉雨席 那我們也會學到余光中的詩選 因為畢竟余光中呢 在高中時的藍心詩射是相當重要的 再來我所知道的康喬對不對 到了高中也一樣有在別康喬 好那再來應用文書信跟便條到了高中也一樣喔 不過老師呢就比較不會花那麼多的時間去琢磨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說這個是同學你自己要完成的 因為國中已經講了那麼久 所以你就會記得有些東西高中老師不會再講了 可是如果你還不是很清楚記得要再複習一遍 好那再來這邊是四到六冊 木蘭詩大家都有學運動加封度也是 那題詞跟簡帖也是 所以這些共同的課次到了高中時我們也一樣會遇到 然後這邊呢像是空城記的地方 很可惜康喬跟南伊都是自學 但空城記這一課呢是我們呢可以進一步去了解到 魏蜀跟三國時期甚至是三國演義的一些認識 那可是我們也會發現在國中課文也有許多的科幻極短篇 這也像是我們在高中會學到的有一課叫做真愛一樣 好那這是第四冊的第七到十課 你會發現從第四冊開始齁 相似的篇章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出版社呢為了要讓彼此之間有一些比較大的差異 所選的選文呢開始就會比較符合自己當時出版社的一些風格跟選文 然後到了第五冊的地方呢一樣我們也會學到詞選 不過呢大家共同的只有南鄉子 所以各位同學如果你沒有看過余美人或如夢令跟武林春的 利用這個暑假也可以好好複習一下喔 然後再來則是這個自學第五冊的地方 這個時期大家已經就是學校已經不會全部都教了 開始隨便勾勾了 不不不能講隨便 就開始勾一些自己呢覺得可以考出來的啦 那各位同學可以注意一下這個黑與白湖經 也可以學到廖宏基 不過很可惜就在南一百的同學會遇到 那大明湖呢是每一個同學的自學都有 也雖然他在自學 但是每一個國中老師也都特別會把他打勾起來 然後呢教一下大家 因為你在這時候會學到老殘遊記 那他也是高中的小說之一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大家都有機會學到 好那再來單元十四 也就是第五冊大概四到六克自學二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就是有個人的風格啦 各家出版社的風格 所以重複的東西就只有與宋元師書 那因為與宋元師書它是一篇應用文 也因為它是應用文的關係 所以呢它也會有比較多的 好再重新考一下 你寫信給誰誰誰 他的身份是什麼 你要怎麼用 所以大家特別小心 好其他這邊都還好 都還好就是各家出版社的 然後這邊也是 不過我們會發現 翰林呢 雖然沒有選到繼承天葉遊 但是他有放一篇自學叫蘇東坡圖圍 也一樣可以認識到蘇東坡 好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比較偏向第五冊的七到十克 好就是選文開始越來越多不同了 然後甚至到這個地方 我們也會發現到像是圓曲選 有每一家出版社都有 可是第六冊 你基本上呢 已經算是考完會考了 好所以呢 這個時候大家學的或者是畢業考 就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上心 所以如果還不是很熟的 暑假也可以再拿來複習一下 好那這邊是自學 以及你看有非常多不同的篇章 好大家如果覺得很有趣的話 也都可以把你課本那些 老師沒有拿來上的 再重新複習 好比如說你看啊 像是五五引火蟲之木也有 後翼色月是什麼 為什麼不是後翼色日 好這些文章大家都可以去看 其實比較有名的像胡心亭看學 這課呢在高中呢是非常常出現的 大家也可以拿來讀一下 好OK 那這裡面呢其實我們會發現 第六冊還是有很多很特別 或者是蠻紓壓的文章 可以提供給國三的學生 但不過啊各位同學 老師要講的是呢 你到了高中的這個階段 國中的課本先不要急著丟 真的先不要急著丟 裡面呢因為我們都知道 國中的這個考試壓力很大 老師也不可能在段考上 再給你更多的壓力 所以在選文上都是都會用打勾的方式跳著考 不過這一些老師沒教到的篇章 滿建議你把它當作課外小說 或是課外讀物 多增進自己的見聞 我覺得這在奠基高中國文的基底上 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喔